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六册 那第六册这里的章节呢 它其实第一章是叫电学 那电学其实跟我们第五册 它后面第四章欧姆定律那里息息相关 那要用到一些基本的知识才有办法来这里解题 因此你会发现怎么讲的一些符号好像都很像 原因是因为它根本都是同样一个章节 都是在讲电 只是这里比较强调在一个东西叫电流的热效应 就是电造成的一些功率现象 我们要把这里的功率现象去做个了解 那它还讲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吧 来先看一下第重点一 来重点一 电流的热效应 它是利用电流通过某些所谓的电阻材料 那讲口语一点 譬如像电气电线这些都算 只要让电可以流过的材料都算 那譬如像电气 将电呢转换成什么能量呢 转换成光能或者是热能 来举个例子 一般来讲我们家里的电灯泡 日光灯管 它就是让它通电嘛 通电之后它就会发光 那你去摸摸看灯泡 它其实用的时候 它也会些许的发热 所以你可以让你知道说 原来电可以转成光跟热 所以来我们只强调这个热效应 所以这个叫做电流的热效应 接下来这个现象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电流热效应 就是我们第一点写到的 那接下来第二点 如右图所事 来右图在哪里呢 老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来如右图所事 今天呢我在AB之间 有一条欧姆 R的欧姆 就是所谓的电阻 R欧姆的电阻呢 让它流过一些电流 那电流呢 我称它为I安培 那上面有一个G 这个是V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伏特计 所以在这里呢 我大概可以知道三个条件 第一个它的电压呢 等一下我给它的代号就是V 它的电阻呢 给它的代号就是R 那电流呢 就是I 跟它的代号完全一样 就是因为它这里假设的微致数 刚好跟代号一样 接下来我们去看 第二点 如右图所事呢 AB之间是一个电器 假设通过导线 AB之间的电流呢 是I安培 它要问你通电T秒之后 有Q库轮的电通过 第二个 若AB之间呢 电位差是V 则Q库轮的电量 通过AB之间的电器 这个电器消耗了电能 怎么表示呢 来这个公式要先把它记起来 1的公式叫QV 这个我在我们4至2的时候 有些许提到 可是那时候有说 那时候其实比较不会扛 这个张姐才会扛 所以来先稍微知道一下 E等于QV 可是其实E它可以转换成四个公式 可是一般来讲 老师希望你们背的是 E等于QV 再等于PT就好了 好 当然因为你现在还没学P 所以老师只好慢慢教 没办法直接这样写给你 那等一下后面老师有帮你整理 到底你要背哪些公式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E等于QV 怎么变成老师写的这三个呢 来先让你这段是Q 来Q在第一章在第三上学期的第四章 大概在第二节或者第三节的地方呢 有一个公式 I等于Q除以T 所以Q等于 I T Q等于I T 因此你会发现 原来我把这个Q换掉 它就变成I乘T乘V 也就是老师这里写的I V T 接下来 那请问我怎么从I V T 变成I平方RT呢 我们要学到一个公式 欧姆定律 来V 等于I R 原来我只是把I 就是V把它换掉 换成I R 所以来就变成I乘以I R 再乘以T 所以来把它缩起来就变成I平方RT 因此类推 那请问一下 这个怎么跑出来的呢 你会发现它少了一个代号了 它没有I 所以来 它只是把I取代掉 那I怎么取代掉呢 你会发现它是用V跟R取代 所以它只是把R除过去而已 所以就是V除以R V除以R 因此把这个带到前面这一格 或者带到更前面这一格 都没关系 反正它带出来都是V平方T 在整个除以R V平方T 在整个除以R 所以你知道了 电能严格来讲 有好多公式 到时候要背这么多吗 其实不用 我们只要背 1等于QV 1等于PT 这样就够了 后面老师会介绍 什么叫P 好了 那这里我们稍微知道 公式长怎样 你先把格子填上去 接下来 带你认识一下后半段 来 依能量守恒的定律呢 我既然把电子推出去 电子就携带大量的能量走出去了 而这个大量的能量呢 它在走的时候 为什么它会消耗掉呢 我们就去研究 原来它在通过电线 通过电气的时候 它会损失一些能量 会转换成两个主要形式 一个是光 一个是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 依能量守恒定律 减少的电位能 必然全数 或者应该说 全数给某个人 或者分批给某些人 譬如说部分给导线 部分给电气 类似这种概念 它会全数 以别种形式的能量出现 譬如AB之间 如果我串联灯泡 刚刚那个地方 把电阻换成一颗灯泡 充电的时候 我就会将电能 转换成光 还有热 因此 你就知道 原来电能在转换的时候 它要百分之百转换 它要全部转成光 加上热 它这个能量是要守恒的 来 接下来 第四点 电路上呢 各电器所耗聚的电能 全由电源提供 什么意思呢 电子要从电池 出发的那一瞬间 它会从负极出发嘛 这时候它是能量满满的 当经过一圈导线 电源器的消耗之后 它回到电池的正极 它能量是消耗殆尽的 这时候电子没有能量 它无法再继续推动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靠电池 去推大一把 帮它再重新 充保它的能量 因此先记一下 经过电池的充电之后 这一颗电子又继续有能量 它就可以继续在那边保持循环了 所以电子的能量呢 是来自电池 换句话说 这些电器从电子身上 抢过来的能量 也都是从电池而得到的 所以电池产生能量 电气消耗能量 只是电子在帮忙运送而已 稍微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这里有写 如果不考虑电源内部的内电阻 假设电池不会偷吃电 则电源提供的总能量 而这个总能量呢 是电源提供的 应该要等于外电路上 各电阻消耗的能量总和 OK 所以先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今天呢 我再给他一些电能 是电源提供的 你只要去算外面所有的电源 把它加起来 把外面所有的电能都把它加起来 这个就是电源的总能量 OK继续 B 如右图导线当中的电子呢 因为受到电压的推动 我刚刚讲过 电子被电池推了一把 它就可以继续流动 来携带电池所提供的电能 沿着电路去做流动 而电荷携带的电能呢 在经过导线的时候 少部分被转成热能 那严格来讲 应该是少部分转成它的动能 让它动起来 可是它动的时候 因为导线里面其实还是有金属 它会发生碰撞 那这个碰撞呢 就会把它的能量消耗掉 那消耗掉就会产生摩擦嘛 那这个摩擦呢 我们就称为热能 少部分转成热能 经过灯泡时 大部分呢 就给灯泡了 大部分给灯泡 它就会转换成光能跟热能 那记得哦 过程当中 电子或者所谓的电荷 没有消失 这一颗电子还在 它只把能量一直分给别人而已 接下来 仅是电源提供给电子的电能呢 渐渐在电路里面消耗 最终呢 到无法使用为止 来老师有画一个简单的图 这里老师有画一只电子的狗 它的头呢 不是肿瘤 这个头是代表一种能量 如果今天这一只狗代表的是电子 它头上的球代表是能量 你会发现 它从腹脊出发的时候 这一颗球应该是最大的时候 因为能量是保保的 到电气之前呢 你稍微观察一下 老师球有画小颗一点点 为什么要画小颗一点点啊 因为电线也会稍微 这里有讲 它会有所谓的少部分的能量 损失掉 会有少部分的能量损失掉 接下来通过电气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消失了 它说的比较明显 因为它都给电气居多 那为什么要留一点点呢 因为这一点点要让你走回去电池的正极 因此先记一下 虽然我们一直讲考试的时候 我们都假设 电源或者电池提供的能量 等于电气消耗的能量 可是在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下 其实导线它也会吃一些些能量 可是有个问题啊 如果今天出题 我把导线的能量都希望你考虑进去 你就算不出来了 所以你稍微记一下 这个是真实状况 这是真实状况 导线也会吃掉一些能量 而真实我们在计算考题的时候 我们要把真实的某一部分把它拿掉 也就是导线的部分 我们假设这一只狗呢 走到所谓的电灯泡之前 能量都没有损失 而它全部的能量都给灯泡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计算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 计算跟真实的分别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